面对某一个挫败 你对于这个事件未来的走向 其实是有一个很可怕 或者是放大了很多的恐惧 你做出了一个充满恐惧的预测 可能一开始你心里面只是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蹦出来 但是呢 如果这个想法不断不断的循环播放 在我们的脑子里不断的一再的重复出现 我们人呢 就会有一个倾向 我们就会刻意的去寻找一些证据 来证明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慢慢的自然而然 你就会往这个路上去走 然后最终呢 你就真的达成了你内在 他想要证明的这个结果 然后我们潜意识就会说 你看吧 我们想的是对的 我们真的证明了自己的想法 却不知道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我们透过不断用行动 去证明了我们自己的负面想法 最终就成为了一个绝望的这个情况 其实没有希望代表的就是 逼自己想出三个选择 你就会发现原来它是有一点弹性的 当你对未来有了一些想象以后 你就比较有任性能够去面对现在的一个风暴 这边如果我们要讲到厌世达人 我们就要提到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家 叫做尼采 其实在尼采的观点里面 他觉得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应该如此 注定如此 他觉得这个世界构成的这些规则 这些理性 其实都是人类对于想要稳定的一个想象 但其实唯一永恒的事物就是变动 稳定的这种假想 真的只是一种幻象而已 真实世界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 可能我们想要求一个稳定 我们想要求一个理性 想要再按照这个社会规则去走 但这个社会规则它一直是在变动的 如果我们不讲社会 我们讲人生 我们自己个人也是一样 我们每天会经历到很多的事情 可能你觉得的稳定 常常也会有很多突如其来的事件 然后打破这个稳定 所以我们常说 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变 如果我们拥抱这一个不稳定的 或者是说充满变动的世界 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许我们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分类 它称为厌恶 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厌世的意思 大概可以分成四种人 第一种人 它把它称为厌恶者 厌恶者会觉得这个世界呢 有一套好坏很分明的规则 考上高分的学校就是好啊 如果低分的学校就是不好啊 赚很多钱就是好啊 没有钱就是坏啊 它的世界这个规则很分明 然后呢 人生就像一张清单一样 做到的就打勾 然后没有做到的 没有打勾的就积极的去追求 想要打勾 所以其实呢 对于厌恶者来说 他好像是不由自主的 要去勾选这个人生的清单 要去完成这个人生的清单 但他在完成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你会发现 很多这社会上 有太多人都是这样子 完成了这些清单以后 回头一看 然后他会觉得 如果我再也没有东西追求了 我就会 人生好像失去了方向跟目标 那我追求到了 我很开心吗 我会满足吗 好像也只有一瞬间 然后就没有了 然后如果这些清单上面的选项 被拿走了 他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 下一种呢 尼采说的一种厌恶 他把它定义成回聚者 他觉得既然我要追求 我刚刚这些人生清单的话 我在追求过程当中 可能会引发我 其实我并不想做 但是我又得做 那人生何必在这些事情上 把自己累死呢 如果我没有这些欲望 我可能就不会有痛苦啦 所以干脆我就 不要有这些清单 也不要有这些欲望好了 所以他可能就会 躲到山里面去生活 然后尽量降低自己的欲望 我们称之为回聚者 刚刚的那个厌恶者呢 尼采称他为是一种 负面的悲观主义 那回聚者的话 尼采就称他为是一种 消极的悲观主义 第三种人呢 尼采叫他做悲剧者 大家不要听到悲剧就觉得 是不是这个东西很不好 其实对于尼采来说 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悲剧 但是呢 我们能不能够接受人生的无常变动 然后还有他可能会产生很多负面的事情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他的话 那我们其实是在悲观 搭建在一个 我们理解这个事实 这个客观事实 这个客观事实就是 人生本来就有很多的变动 无常跟悲剧 那我们在这个搭建的事实上面 我们能够接纳他 这反而是一种乐观 所以悲剧者 他的这个心理状态 就是他能够看见 看破这个表象 他知道 也能够接受 无常就是非常平常的 就是本来就会出现的 所以他是一种 很积极的悲观主义 接下来 最后一种呢 就是在尼采理论里面 最出名的就是超人了 那我们可不可能活成超人呢 这个超人其实就是 我能够在悲剧者的 这个基础上 我能够看穿这个幻象 我能够看穿 其实无常就是平常 但是在这个结果之上 我不是只是单纯的 接受他而已 而是我能够行动起来 重新去翻转这个价值观 所以有没有可能 我们成为一个超人 我们接受现况 这个接受是带着一个平静的心 我不卑不抗 我就是平静地接受 所有的可能的结果 然后再进一步 我们成为超人 我们还有行动的能力 能够去翻转 这个既有的秩序跟价值观 如果你发现自己没有选择 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看一看自己 在这四个选项里面 你在哪一个维度 然后有没有可能 给自己提出一些多元化的选择 然后看见自己 看见这一个世界运作的这个现象 把它看穿以后 你会发现其实你有很多新的可能性 就算我们做不到超人 也许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接纳当下的人 而当我们接纳当下以后 也许我们就会有勇气 去做一些改变的事情 你看超人的生活 可能跟一般人的生活也是差不多的 超人不见得真的能够翻转 虽然他努力了 很多时候我们努力很多事情 但很多事情不一定会有结果的 不一定会出现我们想要的结果 但是至少我们没有对于这个事情低头 我们不仅心态上是平和的 我们接纳我们现处的环境 而不是采取一个逃避 或者是攻击 愤世嫉俗的态度 我们接纳了 但是我们也企图在这个接纳的环境当中 做一些事情 想要让他改变 就算最后这个改变不成功 这也都代表了我们的勇气 我们不愿意低头的勇气